我草车年轻人 刚开始是你教我玩梦幻 打完两个宝宝以后 还是你教我 我去一个在十一段 永不摸索混沌兽的鞋子的人 竟然只有2147的法商 这鞋子委屈的都哭出声了 跟着主人 也太吃亏了 这个龙宫可以 这个龙宫应该是复战级别 看完随即扫码的一起龙属性和装备 刚想嘲讽 谁料打开宝宝和真正装备老王当场猛逼 居然完全可以打复战 高手真的在面前 原来小手竟是 万魔鹰永不摸索 混沌兽也不垃圾呀 项链有点垃圾 有一说一 一个法系最关键的装备 你不舍得花钱 弄他妈一个三千块的 鞋子和腰带 哪个他妈不过四千 帽子十二段太阳石 为了法商连命都不要了 一点防御都不要 结果 他妈法商2147 衣服的话 十一段永不摸索加力 也还行啊 也还不错 武器的话 伤害也不低了 对吧 541国标 加88 伤害为了三法暴 暴力 法防为了三法暴 暴力 然后龙宫秒七 狂徒暴击 我靠 这个号叠的全是法暴 妈呀 刚才那套仅仅是任务呀 红孩儿最便宜的时候 七千五 现在的话最便宜三万三 我操这年轻人 而且是宝宝 实际能三个特殊 第一个是OK的 哎呀我 这猴好猴好猴 这猴贵的时候四万多 三个猪天 低防低吸血猴 这老板玩的时间不长啊 宝宝全是都是新类型的 红孩儿新的 静台三个法房新的 猪天正法新的 猪天正法三个新的 这猪天正法 他妈三千五 资指太高了 而且还有十九天 就能吃成真经了 历魄都不舍得给他吃 一致禁闭 小昆鹏 镜台闪现应该是 玉峰 这宝宝啥意思啊 老板 是字面意思吗 就是你学化学的 总喜欢找烧杯 你要发生化学反应 哎呦这么多静台呢 这么好的魔化丛子 穿上了青蛙词 看到这几个黑色的 蓝色的 蓝黑色的小猪 想到了什么 我想到了自在天魔 卧槽 你这地厅 我没见过 八技能地吞 地厅有他妈六轮的 我真的是第一次见 八技能六轮车 这套装是戴不了 套装是戴不了水漫金山 法联套牛锅衣 这年轻人 这把武器双加八十四 鞋子法爆伤害四点九四 有点像那个轰炸机 法爆几率1.12白板 琴三叠鞋15断白板 项链4.94水星爵高零 35020 332 332减去96 灵力是236 236再加上20点熔炼 256除零 法术爆几4.94不错了 最强的法术爆几项链也就是2634 再生加法术爆几 几乎1.06的头 你这帽子真可以 即便是轮总最巅峰的 小打小闹的时候 也就比你多一个琴三叠 你还比他多个水星呢 采访一下哥哥 你水星用过一次吗 就在一个正式的PK里 有没有用过一次的水星 就比如说被对面的普多山 紧箍入骨子脑挖腾 你他妈实在忍不了了 法系啪啪啪 挨个水星 你就告诉我有还是没有 你这搭配也不太常见 耳饰的话双法爆 这个灵是上11了 猛 戒指没加载出来 先看武器吧 武器是扇子 法术暴击伤害4.04 向下16段高属性 法爆几率和法爆伤害 然后灵水还在法爆 还可以 这个龙宫可以 这个龙宫应该是服战级别 能打今天的服战 哪个服气的 南洋府 今天咋不打服战呢 现在打服战 人得传过去 戒指很好 戒指法爆爆了7 防御爆了14 这身灵质 装备没啥问题 肯定没有 谁有六轮的虚迷 你还放水晶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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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